西洋大人 每天高跟你好天气 各位天气风险的朋友们 大家早安 连续好几天 都是这个比较晴朗稳定的这个天气 但是在今天晚间开始 因为新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 这个情况就会开始有点改变了 那今天白天的话 台湾附近的风向 就会慢慢的转成 比较偏东北风到偏北风 但是水气还是蛮少的 那迎风面地区呢 从下午开始 云量会有一些增多的一个趋势 不过大致上呢 都还是维持这个晴道多云的天气形态 要等到入夜之后呢 北方冷高压的前远会更为靠近 到时候整个东北季风 就会再进一步的加强 那有些水气呢 就会随着季风往迎风面地区移动 包括这个基隆北海岸 东北角 大台北的东侧 宜兰还有花莲沿海一带呢 逐渐就会有一些 局部短暂争雨出现的这个机会 雨势并不大 但是下雨的可能性会提高 所以这些地方的朋友呢 如果晚上要外出的话呢 要多留意天气变化的这个情况 那其他地方呢 是不受到影响的 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 那各地沿海的风力呢 从晚间开始呢 会逐渐地加强哦 尤其是在西半部 台湾海峡沿岸 还有东南部的沿岸 恒春半岛 还有外岛地区呢 可能逐渐地会有这个 七到八级的 强阵风出现的机会哦 整个风力这么大的情况呢 要提醒大家特别的注意 那今天白天各地的温度呢 还是蛮温暖的 北部跟东北部的高温 还是有25到27度 中部南部呢 可以到27到29度哦 还没有明显的要变化 要等到今天晚上 东北激风增强了之后呢 北台湾的温度呢 才会有比较下降转量的这个趋势哦 那明天礼拜五呢 是这波东北激风影响最明显的一天哦 影封面地区 包括大台北 基隆北海岸 宜兰花莲台东 还有恒春半岛呢 都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的这个机会 那其中呢 在宜兰南侧的山区呢 雨量还有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 那桃园以南到高平呢 这个西半部地区呢 是不受到影响的 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天气 那温度方面呢 以北台湾呢 转量的这个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 北部啊 东北部的高温大概会降到20到22度 那花东地区的高温是24到26度 中部南部受影响不大哦 白天的高温呢 还是可以到26到28度 那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清晨呢 中部以北到东北部这一带的低温呢 大概是在15到17度左右 那局部单点呢 有可能会低于15度 那其实并没有比这几天呢 受到辐射冷却作用 所造成的这个低温还要来得低哦 所以说 这波东北季风本身的冷空气并不强哦 主要还是反映在 就是北台湾高温下降的这个部分 那低温的这个影响呢 就很有限了 各地沿海呢 持续会有强震崩哦 尤其是在西半部的局部沿海 东南部沿海 恒春半岛 还有外岛地区呢 震崩有机会来到8到10级 要特别注意这个强震崩 有可能造成的这个影响 到了礼拜六呢 东北季风还是持续影响了 但是强度会稍微的减弱 那迎风面地区呢 预报资料来看 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的机会 那其他地方呢 维持这个多云到晴的天气哦 北部跟东北部呢 白天的高温会稍微的升高一点点 大概到21到23度 不过整个感受上 都还是一个偏凉的 偏凉的情况 那花东地区的高温呢 是在23到25度哦 中南部的高温是到26到28度左右 那入夜到礼拜天的清晨呢 在中部以北到东北部 空旷地区呢 还是有一些局部单点 可能会出现到15度以下的这个低温 那各地沿海的风力呢 也还是蛮大的哦 还是会有局部8到10几强 阵风出现的这个可能性 要等到礼拜六 到礼拜天哦 整个东北季风明显的减弱 风向转为偏东风 那到时候呢 迎风面地区的这个降雨呢 就会明显的减少下来了 虽然预报资料来看呢 东半末地区还是会有一些 局部的短暂阵雨哦 但是整个降雨的范围呢 就会缩减很多了 那西半部呢 还是一个多云到晴的这个天气 那北台湾呢 白天的温度呢 会回升比较明显哦 大概会回来到23到25度 那花东地区的高温呢 也会回升到大概25到27度 中部南部的高温是27到29度 不过晚上呢 到明天的隔天的清晨呢 在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的空旷地区的低温呢 还是有可能会降到15度以下 整个日夜温差 还是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哦 那沿海的风力呢 就会大幅度的减小 然后发生强阵风的机会呢 就会明显的降低了 那整体来看的话 周末期间如果打算要安排假期的活动呢 还是西半部会比较适合一点哦 比较不受到这个天气的干扰 那下个礼拜一的晚间很快的 东北季风又会加强哦 而且会一直影响到下个礼拜四的清晨 那目前来看的话 这波东北季风呢 也是水气比较偏少的一个干冷型哦 可能只有在礼拜一的晚上 在迎风面地区 有一些局部降雨这么多的机会 那其他的时间呢 降雨就非常的少哦 大致上还是维持一个 晴到多云的这个天气 但是温度方面呢 可能要多加留意哦 冷空气的强度可能会比较强一点 尤其是配合这个辐射冷却的作用哦 不排除在中北部 还有东北部的空旷地区呢 可能又会有比较低的 这个温度发生的机会 那是不是会达到强 这个大陆冷气团的这个等级呢 其实还蛮值得观察的 好一项气象呢 是由天气风险不剩余提供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